疫情指揮中心今天所公布的本土新增 確診個案21例當中 逃云佔了13例 而經過疫調赫然更發現 前都算算鍋這群聚案呢 似乎跟加貝爾的幼兒感染源 看到幼兒園的感染鏈是大有關聯性 原來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燃營的阿嬤18631 他在16號的時候 曾經到前都巴德接收店用簽 那麼專家的推測 應該是先是家庭群運之後 進而把疫情一路燒到幼兒園這裡 那麼由於當天還有其他三組客人 也到場吃飯 因此陶原市府緊急呼籲 只要16號 你曾經到前都算算鍋 巴德接收店用餐的顧客 民眾一定要出來裁剪 天氣冷吃個火鍋再享受不過 但現在講到火鍋 恐怕讓人聞之色變 陶原前都算算鍋 26日經陶原市府疫調 發現三例不明感染案例 1月16號都曾到場用餐 市府緊急發送305方細胞檢訊 更發現案情又重大進展 加貝爾幼兒園今天有新增 七個人確診 五個人確診的家庭 他是18630 他是就讀在加貝爾幼兒園 他的祖母在1月16號下午4點半 有到前都刷刷鍋的巴德接收店用餐 整串就變成兩個不明的源頭 現在變成是一個 原先看起來不相干的兩條傳播鏈 結果是同一條 原來加貝爾幼兒園27日新增一位 確診學童他的祖母案18631 1月16號就曾到過前讀用餐 成為幼兒園和火鍋店 兩個傳染群的交叉點 另外這個家庭還有三個人確診 同時幼兒園再新增一名學童 和一位老師的家人確診 累積至今總共17例 幼兒園感染源頭找到了 但到底是誰傳給誰 從發病日或我們確診的日 幾乎可以確定的就是說 後面幼兒園的大概是從這個餐廳裡面 聚餐之後那往外去傳的 那至於在餐廳內是誰對誰 那恐怕要再進一步的去分析 兩條傳播鏈何而為一 但是源頭還得繼續查 只是餐廳傳出染疫也讓人擔心 吸體事件會不會重新上演 整個的源頭還需要進一步追查 這個跟吸體餐廳不同 吸體餐廳它是有員工確診 那因此它的影響的時間範圍 會比較大 強調前都傳播鏈跟吸體群聚 狀況不同 只需要針對16號用餐的顧客 進行裁檢 目前桃園市府持續疫調 設法揪出幼兒園和前都感染源頭 讓傳播鏈更加明確 記者西安林 桃園新 桃園採訪報導 作詞・圖書 精神 Faith radical啊 文字幕作詞 李宗文、阿嬅 詞曲 李宗文、《阿嬅的季度 》 《阿嬅的季度,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